来看的是微博热搜的热话题 这个头条就是解放军轰炸机 监轰机挂载实弹的接续升空 而我们专家认为说 要看的是他们实施这个岛屿进攻 作战演练 而且他们声称这次有多项的突破 是真的还假的 我们现在看左边这张是央视的截图 它其实是从一架歼16上面拍出去 远端就是他们的轰6轰炸机 那么这次很受到重视的 就是轰6轰炸机下面一下挂载了 英纪63D的公路的巡弋飞弹 还有另外一个飞弹 它是特别的把它打懵 等一下新闻里面可以看到 也被认为是专家分析 它可能是英纪12超音速反舰飞弹 所以特别加了一点的神秘感 不过虽然是这次的火力进出 但是在网路上面 也有中国大陆网友还是不满意 因为先前他们在裴洛西到台湾之前 整个民族主义的情绪跟愤怒 被掀得太热了 所以现在对于这样的军演的规模 还是有人觉得力道不够 甚至有网友就批评说 在海上丢炸弹 丢这个飞弹几乎等于只是炸鱼而已 他们并不满意 但是这样好像太过偏激了吧 就尽量大家 大家就希望可以安和平的过生活才对 那他们生成这么多的所谓的突破 那这个突破在哪边呢 是 那所谓的突破 它生成了十大突破 主要的就是包括距离台湾有多近 包括他们从目视就可以看到台湾岛 那另外还有包括说 他们有多少的新种的部队加入了这个演训 还有他们有多少的新武器加入了这次演训 但是有专家就认为说 其实在这十项突破 这是大陆媒体提出来的 他认为还是有一些水分在里面 除了说其实参与的部队 其实没有那么多以外 包括了他说山东舰 辽宁舰虽然是有出乌港 但是并没有在雷达上面看到 他真的进到台海周边 这中间可能也还是有一段落差 所以说这个中共的军演 虽然说是实弹的设计 演练之外 其实新战成分也是还蛮大的 那我们要怎么突破 来扑解这个中共共军的宣传呢 要看专家分析 7号晚间大陆媒体公布围台军演最新画面 轰6轰炸机一下挂载的 疑似英级12超音速反舰飞弹 还特别打上马赛克 增添神秘感 为时72小时的军演结束后 大陆媒体宣称这次取得十项突破 分别是跨越海峡中线 飞弹飞越台湾 船舰贴近东海岸 在台湾东部海域设置靶场 以及封锁台湾南北海域 增强拒止能力等等 军事专家分析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 是中共解放军处心几率 要阻止美日驰援台湾 他在重塑 9596年飞弹危机的状况 而且他要表达的是 他在嚇阻 东方15B当他加上小翅膀的时候 我们就要假设 他有攻击舰艇的功能 此外大陆方面还强调 解放军不止航舰 隐形战机出动 而且包括军改之后出现的 战略支援部队 跟联勤保障部队等都有投入 网路站上面 台湾的确有一些影响 就是说有些要往的站 给托换 纵观整场演习 专家认为 确实在跨越海峡中线 及台湾东岸部署等方面 造成国军反应时间缩短 压力增加 但要说十项突破也不乏灌水的成分 在专家看来 中国解放军空前规模的对台演习 最重要的意义 应该是我方要从中收集情资 带着敌情练兵 并且采购具有针对性的装备 才能更好的做好战备 电视频文 张志明 庄志伟 综合报道 的确 虽然我们刚刚有聊到一些 比较轻松的说 他们的这个十项突破是有灌水 但专家其实也提醒到说 这次真正值得观察的是 解放军从2017年习近平宣布 裁军军改以来 他真的是有把整个部队 推动到比较接近实战化的 比如说他推动了所谓的战略支援部队 还有后勤的联勤保障单位 那么其实在这次里面 其实战略支援部队 过去大家并不知道它是什么 但是其实它就是原本的 网军的部队的一个实战化的呈现 那么这次也看到包括超商的荧幕被害 政府机构的网站被害等等 其实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新的部队 已经在发挥它的作用 另外包括他们最近在训练 怎么样用高铁的列车 把它当作一个战时的一个救护车 那么也被认为是后勤保障一个 更贴性实战化的一个演变 所以专家认为说 其实在台湾必须很注重 这次演训的结果那才能从这个 情资当中就战情来练兵 所以说我们国军是应该要化危机 为转机趁这次的军演 好好搜集一些他们的情资 然后作为我们之后要怎么样反制 或者是演练提升国军实力的 一个重要的指标 那我们再看到的是 现在中共的大规模军演 其实也升高整个区域局势 那台湾有事真的日本有事吗 再看到这条是微博热搜第二条 就是日首相声称中方军演 事关日本的安全 就是因为在日前 联合国的秘书长 他跑去日本参加和平的纪念仪式 然后那时候日本首相就跟他告状了 说中共发射飞弹 掉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域 造成日本民众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日方表达非常强烈的谴责 但看到是中方就说 这时候站不住脚 老说日本是故意渲染这个操弄 在包藏这个私欲跟祸心 但是可以看到的是 今年是日中要建交满50周年 但这样的中共军演 似乎对日本的关系是有真面影响吗 其实我们非常值得 我们关注的是 事实上在有日本的分析人 是认为主观上 中国大陆政府现在是很希望 拉近跟日本之间的关系的 因为一方面可以看到 是美中关系的出问题 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很重要的是 今年安倍晋三前首相遇刺身亡 那么新任的首相岸田文雄 不管在中国的分析里面 不管是主观上 他好像有比较 有跟中国友好的色彩 那另外也被认为 他的整个包括 从日本的战略的推动跟破话 好像都没有像安倍晋三的能力 这么强的情况之下 中国认为他是可以在这个时候 拉近跟日本的关系的 可是在这么多年来 他们国内不断地推动民族主义色彩 然后要去反日的情绪 不断地高涨的情况之下 最近也发生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像前一个月来 我们就看到了南京玄奘寺 供奉日本战犯的意外事件 引发反日情绪 接着又出现所谓的动漫剂 又说是日本的节日 又抵制又是好几个省的省市 都发生的活动 那这些事情还没有落幕 在接下来的这个 对台的军演当中呢 又出现他们的飞弹 打到了日本的这个经济海域 也被认为是 又掀起了一次日中关系的紧张 虽然是日中关系 现在变得很复杂 但学者认为说 其实接下来 台湾还是要很关注 这个中国大陆可能会长期 要想办法推动 两国关系改善的这个方向 确实是有可能的 因为呢 其实不止安倍他过世 那他弟弟是岸信夫 是日本现在的防务大臣 但是他可能会因为 这个健康因素为由 然后离开这个职务 所以未来日台的关系 跟我们的这个互相的安全的问题 可能都是持续的来要注意的 那再看到是现在 这个中共的围台军演结束了 但是他们的这个 对台主力的东部战区 却突然又说 要在台湾的周边海空 再继续的进行这个实战化的演练 是怎么回事呢 来看报道 共军东部战区 原定对台实弹军演 到7号中午就结束 但当晚又无预警发布讯息 要继续对台军演 重点放在检验联合火力 对地打击和远距离空中打击能力 共军对台主要部队 东部战区最新讯息 对台演习时间和地点 都没有进一步说明 大陆央视则报道 共军飞机船舰往后会常态化 在台周边进行训练 大陆军事专家也分析 不排除东部战区相关部队 会继续在台岛周边海空域 进行演练 因为七八月份 原本就是大陆解放军的演习旺季 大陆专家也宣称 东部战区进行的封岛大演习 七号算完美收官 但八号将进入一个新的演训阶段 虽然没有实弹射击 但解放军战机战舰的巡航 可能会更加常态化 保持高频次和架次 八月六号至八月十五号 每天八十至十八时 在黄海南部进行实弹射击 共军东部战区任务还不明确 但据台海以南和以北地区 包括黄海 渤海以及南海 有更明确的实弹军演讯息 这些虚虚实实的消息 台湾专家认为 不排除是刻意制造 台海紧张 TVBS新闻张志明 林敏珍综合不到 好 再看到就是在澎湃新闻的精选 是关于说 数这个上海这十年来的变化 他们提到说 一加三加三加三的 这个重大战略任务 这个所谓的上海重大战略任务 是有怎样的特别的意义吗 值得关注吗 其实我们刚刚看一下 这个一加三加三加三 这个主要是包括涵盖半导体 AI还有这个生技等等的 一些科技的展现 还有包括科技跟商业模式的创新等等 都希望能够让上海 成为一个中国大陆标杆 不过现在上海要面临的 第一个更大的问题 可能是要怎么样赶快重建 外资跟外国人对上海的信心 因为从四到六月份的时候 他们两个月的封控 不只是造成了上海的创伤 因为很多人觉得发现说 其实上海原本被认为 是一个中国社会里面 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特殊的存在 但现在看起来 好像也没有这么特殊 要你封控也就封控了 所以它的冲击也不只是上海 是整个长三角的冲击 所以像类似我有很多 住在上海很多年的朋友 就最近在封控之后 就决定搬回台湾了 那不只是他 日本的企业也发现 他们在日本的企业 有六千多家企业在上海 所以最近也减少了两百多家 对 就是因为日本 我记得日本的驻华 他们的使馆 还是他们的投资的协会 有发布说他们的日本企业 非常的担心在中国经商的风险 所以就有渐渐要移转的这样的趋势 那再来看到去 其实这一篇是他们上海的市委 在宣传说 中国这十年上海的经济数字的变化 而这个十年 也就刚好是习近平 他的一二任期的时间 所以是想要帮他之后二十大预热的感觉 对不对 是 现在因为习近平是从十八大 到现在刚好十年 要寻求他的第二个十年的序人 对 所以他其实这个十年的数字 都是上海经济数字的一些突飞猛进步 但是这十年就没有包含到 今年2022年 上海所发生的剧烈的变化的 经济惨淡的数字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